这边有三台车友在一起 整个营地就我们三台车 其他也没怎么看到了 那我们去这边 这边有很多停着的营地车 到这边去晒晒太阳 聊聊天走过去看看 我们搬个小板凳过来就可以了 随便拿一台 选一台坐的就可以 都有院子 太阳太晒了 我们今天就坐这边 也不冷 就坐这边 有个小院 对着我们 我们这一辆一共四台房车 朋友们新年好 那有粉丝朋友问我 年轻的粉丝朋友说 过了年之后要上班了 每天挤公交 或者说自己开车堵车都不方便 想住的离公司很近的地方 买一个房车摆了 我也不要租房子 我有房车 住房车不都舒服吗 那么大城市呢 确实有这样的困扰 一个房租高 租金高 第二个离城 离公司上班的地方 可能会比较远 来来回去 半个小时去 半个小时来 一天就一个小时在路上 有的甚至一天 要花两个小时在路上 那每个房车 住房车 上班 这个和 靠不靠谱 那我可以说不太靠谱 首先我们分三种房车 B型房车 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为什么呢 B型房车的保温性差 你住的地方 什么地方 冬天冷 夏天热 夏天那个B型房车里进去 那温度38度40多度 你根本受不了 冬天的话又冷 它保温性差 那么剩下的就C型房车和 拖挂房车可以考虑 那么你找停房车的地方 是比较困难的 找停房车的地方 除了有一个车位 城市市中心的车位 很紧张的 要大小够 第二个 它要接水接电 不但要有上水 还要有下水 就有进水的 加水的地方 还要有排水的地方 你水没有地方排 你在房车里面 你洗澡 生活用水 就算你不做饭 你这些生活用水 怎么排放 当然附近要有卫生间 你在房车里用卫生间 已经不太现实了 只能说临时解决的 增长都要编上 如果买一个C型房车 40万 就算你买个二手的 30万 你每年还要亏个5万8万 每年都有亏损的 包括保险啊 这些方面 你C型房车这样一买 这个成本上去了 如果一年的开销 七八万 那你租房子不够 五六万七八万 那你这个成本就不划算了 就没有意义了 再加上你这水电怎么解 吃个难度 唯一有一个办法的就是 拖挂房车的 五万八万十万都能买 每年的亏损的一两万 的亏损 所以呢 他每个月 摊成本的一两千的成本 拖挂房车 空间也比较大 保温线也比较好 唯一要解决的 就是停车的问题 如果说你到一个公司去上班 跟公司力谈好了 或者在你在公司上班 有一段时间了 知道公司里面有地方停车 公司呢 也愿意让你住在这个房车里面 你要加加班晚上吃好晚饭加个班 回家比谁都紧 走几步就到家了 这种可能呢 都跟公司已经说好的 我要有一个停车位 我要停一台拖挂房车 公司里面能解决什么 电水都能解决 排水也能解决 就跟管制 接到这个下水到排水 公司都有卫生设施的 所以公司里面用卫生间 这是能够解决的 公司 而且一般来说 让你停车了 不会收你停车费 也不太会收你水费电费 你这个房车呢 就是零成本了 只有一个车辆的折旧 你买个新房车 十万多一点 买个二手的五六万 都可以搞定 你都不用太阳能板 你都不用电池 电池的太阳能板 都可以忽略 就很小都无所谓 你直接公司的外计电汤 24小时一直有电 水管接好 24小时都有水 水电解决了 你只要里面有床铺 做饭不做饭 一般公司有食堂 自己泡点面 做点简单的是可以的 夏天有空调 冬天的话取暖 空调都可以解决 用电取暖嘛 那么像上海 广州啊 这种城市是可以的 北方我不知道 因为北方的水箱要冻掉了 我可以说上海 不会冻水箱 如果大城市 广州 深圳 杭州啊 这些都可以 不会冻水箱的地方 那问题不大 如果要冻水箱的 这个水管啊 保温啊 都要做好 单独的要做一个保温水箱 在车内的一个保温水箱 你每个月的成本 是不高的 就一个托广房子的折旧的成本 那一年亏个百分之十 十万的车一年亏个一万多 就可以了 那你平时呢 也不太出门的 不需要带着这个房子跑哪里去的 所以你这个房车 甚至于有没有牌照 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你真的要移动的 你叫人家拖车来拖一拖 都可以的 如果你一年只移动一次 你在公司打算是注意的 当然你上个牌照的 那你偶尔周末啊 还能度假开了出去 拉出去 去玩 当然 首先你要有C6驾照 还有有一个适合牵引的前车 有了这两个条件 你就可以考虑拖挂房车了 他成本低 说实话 买一个B型房车三十万 买一个C型房车四十万 你可以买两台车了 你可以买一个二十万的前面的 一个SUV 也不错的车辆 再配一个十万的托广房车 加起来才三十万 那你前面的小车代步 你家家户户都要有的 有了驾驶证 你肯定要配个车子 有个车子的生活 跟没有车子生活肯定不一样的 你要买房车的人不可能说我自己 小车都没有 所以作为旅居的房车 拖挂房车是最合适的 一个 它保温性好 第二个 空间大 第三点 价格实惠 每年的亏损也少 就买拖挂后悔的很少的 后悔也无所谓 卖掉也会 亏个两万三万 三万五万到头了 他一共就这么点成 如果你买一个C型房车 特别是比较贵的那种 定制的什么带拓展的 五六十万 你一亏就亏十几万 至于这个拖挂房车 驾驶难度 其实没有太大的难度 考C6我们都很容易 对开的人来说也没有太大难度 你想 你到服务区看到那些挂的大货 他们不都照样跑了吗 各种路也都照样跑了吗 你也跑他们的路 你比他们的车要小的多了 轻松的多了 至少凭我的计业四年 十六万公里 平均一年四万公里 西藏去两趟 新疆去两趟 东北 反正云南我来了三十趟 云南也三路比较多的 贵州 经过也不少的路 走了不少的路 那么拖挂呢 其实除了旅居呢 还是适合年轻人 年轻人平时上班 我就住在房车里面 我周末啊 或者节假日啊 我有个假期的 的话我拖挂出去露营 比人家小车的 拿个雾一扑 玩起来舒服得多了 我空间大 物资丰富 里面可以放不少东西 那玩起来 肯定要舒适的 舒适度要高得多 特别是保温性啊 拖挂的保温性 比你B型房车 强不是一点半点 这个因为我都用过了 好 有些朋友有这样的想法 住在公司啊 或者住在公司附近 首先你要有停车点 有借水借电的就OK 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停车的地点呢 也要相对安静 大家看我这边 都是鸟叫的声音啊 我翻个镜头啊 我们现在在这边 这边呢 比较安静 都只有鸟叫的声音 我们几台房车 鸟叫听得清清楚楚的 这边营地车都没有人来住 所以呢 非常开阔 这些都是停车 下面有很多 左边右边都有停车 这边是个湖 一定要找到合适的停车点 大城市很难找到合适停车点 这是关键 你要离公司近 最好是园区的那种公司 园区比较大 它有停车点 找到这样的公司 有这样的停车点 是可以考虑的 好 咱们今天先聊这些 散步回去 这些门口都可以 做的喝喝茶 都可以 有的有晒太阳 太阳太大了 这边 白天的太阳比较强 晒被子也不错 太晒的硬凉的地方做一下 昨天在那边 那边有一个阳台 都是可以停车的 我刚才不停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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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来 我余的堆阳 在阳台上 这边有个压力 这边是什么 很压力 又不是